公安局办公大楼 喂 出什么事了吗 什么 恶魔杀人 这东城区啊 刚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说是里面有恶魔 一行人匆匆赶往了案发现场 位于东三环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 东城区刑侦大队的孙队长 已经赶到了现场 并向几个人 简单介绍了报案的经过 他一会儿说是杀了恶魔 一会儿说是恶魔杀了他女儿 总之啊 是语文伦次的 擒头和封队几人 由孙队长带着来到了案发现场 几人都被眼前的场景 惊得一呆 现场一个花季少女死在了沙发上 脖颈上一道长长的刀伤 鲜血流了满地 一个老年妇女就呆呆地坐在了沙发旁 现场有一把呆血的菜刀 应该就是凶器 孙队把一行人带到后 就去接很简科的人了 而封世伯很快安排两个小辈 分头去做调查 而封世伯自己则戴上了手套 走向了那个死去女孩的尸体 他一直认为 刚刚死去的人的灵魂 可以讲述很多线索 这也是他所擅长的事情 而秦头则向那个 一直在旁边呆呆发愣的妇女 走了过去 这恶魔杀人了 快杀了恶魔 快杀了恶魔呀 那妇女嘴里 一直在念叨着恶魔之类的话 大姐 刚刚你都看到什么了 她应该是受了巨大的刺激 而导致精神崩溃了 我说过了 恶魔 是恶魔呀 恶魔杀人了 快杀了恶魔 她整个人突然变得很激动 有些歇斯底里 看那个妇女语无伦次的样子 秦头也意识到了 应该是无法得到有用的线索了 是说 我刚才在物业调了监控 果然有很诡异的地方 说来听听吧 这监控啊 拍到了什么 小区的监控显示啊 在案发后 拍到那个女孩走了出去 可是那个女孩 经物业和邻居反映 正是死去的女孩 也就是说 女孩死在屋里后 又出现在监控下面 原来 女孩死于9点25分左右 而警方在还未赶到的9点40分时 这个女孩又从监控里出现了 难道有一个长得跟她一模一样的女孩 实施了谋杀 然后走出了现场 师父 师伯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女孩的房间吧 胡不凡说 她在女孩的闺房里 发现了诡异的地方 师父 师伯 你们看 这就是那个死去女孩的闺房了 房间不大 东西摆放的稍微有些杂乱 但是井井有条 可是 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却始终没看出来奇怪在哪里 琴头之道 胡不凡的感觉一向很准 就对房间仔细地看了起来 奇怪的地方 就在那里 看了一会儿 琴头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琴头指着房间里面一小块空底 说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女孩子的小杂物特别多 这房间里到处都是 而这里 却刻意地没有放东西 空桌的地板 还有细微的划痕 应该是长期拖拽东西留下的 这问题 应该就出在旁边的小柜子上 胡不凡听了师父的话 去仔细检查了一下那个小木柜 都没想到 那个木柜竟然是空了 很轻 用手轻轻的 就可以向一边挪动 胡不凡见状 马上把那个木柜向着空处一拉 没想到 这木柜的下方 竟然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地洞 这让几个人都有些意外 这样一个小女孩的房间里 怎么会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地下空间呢 一洞向下有台阶 似乎经常有人走动 胡不凡当先下到了地下密室里面 几个人陆续的下到了这间隐秘的暗室 没想到 这间暗室却是一个普通的卧室 经过了简单的装修 屋里摆设很简单 并没有楼上那么多杂物 但是显然常年有人居住 干净的很 桌上有一个木柜的相框 而那相框里面的照片 却正是那个死去的女孩 不 应该说至少长得跟她一样 难道 有一个跟死去女孩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一直隐秘地生活在这个家里 是双胞胎吗 人是她杀的吗 众多的雨云 笼罩在了大家心头 是不是不 这个女孩为什么会住两个房间 难道 这个事不能随便下结论 再看看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要做一个密室 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我觉得上面的房间很正常 有许多杂乱的东西 显然是一个普通女孩的房间 而这下面这间密室摆设简单 这表示住在这里的人 是个性格直率的女孩 所以肯定是两个人 而且我在下面发现了这个 被破坏的娃娃 所以住在下面的女孩 心里肯定很变态 好小子呀 观察力挺细的呀 说的有道理 咱先回去吧 让狠简哥的好兄弟好好查查 几个人见到现场没有太多的发现 就离开了案发地 咱们呢 现在分头调查 明天去局里碰头分析 回去的路上 勤头让大家分头去做调查 是 我去走访周围邻居 我去调查一下发现的数据吧 案发的第二日 公安局的总部 勤头把现有的一些证据贴到了黑板上 并把几人都叫到了小心回事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案子 死者叫做张晓彤 是一个通讯公司的实习员工 平时跟母亲刘金菊两人生活在一起 这家中也没有别的执席亲属了 说说你们调查的吧 我先说吧 我去走访张晓彤的同事邻居 还有各处有关人员 她的同学和同事都说她是个独生子女 从小家里就她一个人 也没见过她有姐妹呀 我去查了她妈妈年轻时候的住院记录 也证明是单胎 没有双胞胎的可能 不过同学和邻居同事说 她有的时候会性情大变 所以也不好完全排除这双胞胎的可能啊 不凡的 调查的怎么样了 我们很简刻的同事 检查了上下两个房间的指纹 发现都是死者张晓彤的 并没有第二人的指纹的 如果是双胞胎 即使长得再像 也不可能指纹相同 所以我觉得 应该没有什么双胞胎神秘人的存在了 我嘛 那可有意思咯 我去调查了那个女孩 已经疯了的母亲刘金菊 没想到啊 却问出了这么奇怪的事 昨天下午 我去了医院 去调查疯了的刘金菊 刘金菊的状态跟上午一样 疯狂癫癫的 嘴里一直念叨着恶魔 对于我进来 他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一直躲在墙角里 我看他那个样子 知道即使问他 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了 我只能用我的方法 把他心里最深处的话 给问了出来 我用同龄和咒语 让他陷入了催眠状态 也许 是他现在正处于疯癫状态 我着实费了些工作 才把他深度催眠了 可是没想到 他一进入了催眠状态 还没说现场案情 就先开始嚎啕大哭了起来 他说 他的女儿小童 是个非常听话孝顺的孩子 平时对他很好 娘两个虽然是相依为命 可是生活得很幸福 可是这乖巧的女儿 从小却被一个恶魔给缠上了 那个恶魔经常会上小童的身 每当这个恶魔一来 小童就会性情大变 像换了个人似的 活像个来自地狱的活鬼 那个时候 他就会顺手拿起身边的 一切能拿到的东西 刘金局说 每次那个恶魔上他女儿张小童的身 都会虐待他 不管身边有什么 都会向他身上打去 甚至会割他的皮肤喝血 他的痛苦越来 他的痛苦越大 那恶魔的笑声也越大 啊 他还说出了 五年前 他的丈夫张绍军 就是被那个恶魔上了身的女儿 活活折磨死的 可是害怕女儿因这些会坐牢 他就和女儿一起 把她老公埋在了地下室的床底下 医院的检查正是这一点 刘金局的身上 有许多陈旧的伤痕 都是常年累运 被虐待留下的 而那个 在地下室的床下 而在那个地下室的床下 也的确挖出了一具 成年男性的尸体 金正事 就是张小童的父亲 听了这些 两个年轻人 都是无比的震惊 师哥 那你分析 这个案子 该怎么定啊 那还用问吗 不是很明显 这个案子完全没有任何灵异之处 好 既然你也这么认为 我就去写结案报告了 师父 那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说没有灵异 不是恶魔上身吗 是啊 那女孩张小童啊 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精神分裂症 分裂出的人格 有极强的暴力虐待倾向 并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受不了的母亲刘金局 也患上了精神病 犯病时 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她母亲已经承认了 不是每一个案子呀 都有灵异现象呢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那个监控视频 怎么解释呢 也许啊 只是设备故障了吧 记录错了时间 或是 那个女孩离去的灵魂 也许啊 也许啊 也许啊